大家好,昨天中国首次公布了运20U,也就是运20的加油机为两架中国的歼16战斗机空中加油的视频 运20是13年成功首飞的,16年正式服役,运20U的加油机是在18年进行的首飞 据介绍运20U,加油机一共有三个加油点,分别在两侧机翼、吊舱和机身的后部 这意味着一架运20可以同时为三架歼20或中国的其他作战飞机进行加油,使作战半径航程成倍的增长 那运20超过60吨的载重能力,运20U可以携带着燃料,十分可观 可以多次为作战飞机进行加注燃料,加油能力十分突出 中国目前依赖1278和轰油6作为加油机 运20将逐渐地替代1278和轰油6,成为中国空军的主力加油机 那运20配备了四台俄制的D30KP-2涡扇发动机 现在逐步也会改换中国国产发动机 国产的涡扇2,大含闹笔的发动机在2024年将正式批量生产 也将列装运20,未来运20不再依赖额制发动机 载贺航程也将大幅提升 目前中国拥有大约20架的加油机 包括轰油6、1278,其中后者的数量只有三架 14年是从乌克兰购买的 从技术角度看,轰油6可以携带的燃料有限 空中加油能力受到限制 1278虽然可以携带较多的燃料 但是数量却非常少,只有三架 所以现在看,运20U的批量服役 大大提升解放军战斗机在西太北洋地区作战能力 我觉得对未来中国武统台湾,对解放台湾 解放军战斗能力的提升也是有巨大的作用 现在来看解放军战斗的加大装备的现代化 运20的出现,大家一定要记住 运20的出现将使中国作战飞机的半径大幅提升 也就将中国解放军的作战能力投送到第二岛链 甚至关岛到达夏威夷之间的二三岛链之间这个位置 因为空中加油以后 解放军可以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二三岛链之间进行来回的往返 这个对美国是意义非常重大的 为什么?因为美国想要干预到台湾,干预到台海问题 它首先的第一个派出的就是战机 海军陆军是时间太慢 它首先要派出的空军 而解放军的战机可以进入到二三岛链进行拦截 那美军介入台海,它这个能力就被限制住 所以Y20的出现其实是一个关键性的 针对台海来说,针对台湾问题来说 是一个关键性的一款武器,在我看来 所以我后面会把这款Y20为歼16加油的视频给大家放一下 我希望台湾人也要理解 就是在台湾问题上,中国现在已经开始准备武统台湾 准备加大对台湾的相关的武器装备的军事技术的准备 那我觉得未来中国只要找到合适的窗口 武统台湾或者中国统一台湾一定会发生 中国也一定能够统一台湾 对台湾的数字 是已经准备了 中途楼 的